為什麼要換軟體 這件事情要問的不是大陸 而是美國要扪心自問 你們到底是給了大陸多少死絆子 大陸才會做出這個決定 而且中國大陸事實上以內循環來講 也自己要發展自己的系統 至於說2027年這件事 其實大家常講 但是現在有人把它落實了 那是誰呢 也就是我們看到美國海軍軍令部長 弗蘭切蒂他直接指明在2027年 在預算不變 艦隊規模不變的情況之下 他說美國海軍要來應對太平洋衝突 做戰爭的計畫 其實想太美了 現在船都不夠了 而且大家有看到美國的船 現在已經秀成什麼樣子了 而且更不要講 我們前幾天在節目裡面 不是談到嗎 大腳號 那個直接的從上面 那個海水直接從上面的下來 那又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可能美國海軍的官兵自己最為緊張 其實美國他 我們剛剛講的福安切蒂 他最近提出了一個所謂的33計畫 他為什麼提出這個33計畫呢 其實他是在應對說美國現在海軍自己的問題 也就是說其實在兩年前兩年前 那他們的也是同樣軍令部長吉爾迪 他有提出另外一套就是 也就是在2045的時候 美軍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規模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個33的這個實施項目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他說要準備平台 準備什麼平台 你們的平台都已經慢慢的在落伍當中 第二個操作機器人及自製系統 那這也就是說他們之前不是講說要把台海變成一個 所謂的無人地獄嗎 都是無人機 無人艦艇的地獄嗎 不過你們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無人機 那他說要招募及流財 這個招募及流財是新問題 怎麼說我們以前都認為是 美軍就是船不夠 沒想到現在發現不但船不夠 人也不夠 那另外他說要提供服務品質 這服務品質已經十多年了 美國的海軍官兵為什麼 現在慢慢不願意外派 因為現在的海外基地的水準已經沒有辦法 跟十多年前的海外基地的相提並論 然後說要恢復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就是缺什麼講什麼 就是現在的基礎設施很爛 那我們就講說 直接就提到說有關於這個人才不夠的地方 這個是美聯社他講的 也就是說他這裡提到一個沒有文憑 這個沒有文憑不是大學文憑 是高中畢業 高中沒畢業 也就是連高中文憑都沒有 然後也就是美國海軍 他又在降低他的這一個招募的水準 那其實 因為募不到 所以只好降低標準 因為募不到 而且大家認為三軍都募不到 錯 陸戰隊有募到 空軍有募到 陸軍也有募到 空軍也有募到 對不起 就是海軍 海軍沒募到 那其實我們這樣講 每一次美國的這一種戰略轉變 它都有對應一些相對的這些實際上的現況 我們看到1990年代的時候 他們講的是什麼 他們提出的這一則計畫 我們剛剛講的無論是33或2045年 那個都叫做海軍領航企劃 我們看看 它在1990年叫做什麼 叫做Front the Sea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從海上來 那從海上來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也就是當時蘇聯解體 他們認為他們就是單極 所以全世界它都可以 各種的征服 那它那個時候 它最想接近的是什麼 各沿海國 所以那個時候它做了一個什麼 做了冰海戰鬥艦 現在大家的笑柄 冰海戰鬥艦 但是等到2017年的時候 它才發現不行了 也就是解放軍海軍整個的一個膨脹 結果他們又提出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戰略 也叫做什麼 Return to Sea Control 也就是重返海洋控制 那當然了 重返海洋控制 他們又提出一個新概念的構型 也就是我們台灣有很多 不管是軍迷也好 軍盲也好 常常在講的 這個叫做星座級 我們來看看星座級 星座級廟就廟在這裡 這是我們看到2023年星座級的船廠 它這個船廠到現在還在蓋船屋 你說這個星座級怎麼上去 那這個星座級 就是我們這邊講到說 它其實到現在 它要延遲36個月 未來它要造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變成一個船台的形式 到現在你連船台都還沒造好 你現在要造船嗎 那當然很難嘛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弗蘭切地也就是他們的軍令部部長 其實前後都是在畫大餅 只有中間是真的 我們不可能在短短幾年內 也就是這邊這一句 組建一支更大的傳統海軍 意思就是美國其實已經是強弩之末 它已經辦不到了 但是我們這樣講 我們看到說 這個也就是美國海軍協會的一篇文章 它講到說在海戰者 觀察了它從西元前 500年前的希臘波斯戰爭 到近年來一共28場的海戰裡面 只有擅長是靠著技術進步 其他都是規模叫艦隊規模大的得勝 現在規模最大的 南水海軍是哪個國家 當然是大陸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美國已經慢慢不行了 還有人想要靠美國 能靠美國看看烏克蘭是什麼下場 會寫計畫沒有用 要會執行 所以我們之前有一本書叫做執行力 那最重要的也就在這裡 其實剛剛我們有一位網友詩琦 他講了說80週年的時候 東風51就出現了 不用 不用等到80週年 為什麼 我們之前大家都講到 東風31在這一次試試 那就代表東風31有更厲害的 那就是有41 那有41更厲害 有沒有51呢 那其實我今天特別翻出一篇論文 給大家看 這篇論文在講什麼 這篇論文就在講下一代的 也就是說什麼 他說是雙後略乘波體 這一個部分到底在講什麼 也就是他的另外一個說法叫做 洲際彈道飛彈攜帶乘波體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乘波體 它是東風時期 未來我們講到洲際彈道飛彈上面 也帶的是乘波體 那它已經試過 兩個不同的一個載胎了 這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是什麼時候的論文 這是2022年的論文 2022年我通常都這樣講 只要論文出來 三年之間就會有實體出來 不過我們不一定看得到 那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論文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未來解放軍火箭軍 它的洲際彈道飛彈上面 不再是我們以前所看到的核彈頭 而是類似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乘波體 意思是什麼 你美國更難防守 所以小金長剛剛講 2022年有論文了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 2025年就會有實體出現 不一定 只是未必看得見而已 對 因為現在東風41出來很多年了 我們也沒這麼看到 只看到了它的一個運載車而已 但是實際上也還沒試過 他有射過 只是沒在大家的眼前射過 如果以美軍的這種軍力 來應對黎巴嫩的這種國家 的確是強大的軍力 可是如果他應對的是大陸的話 那勝負還很難定 那基本上來講 以現在美軍的狀況來講的話 幾乎是不可能 為什麼 我這邊跟大家提一個數據 也就是在波灣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伊拉克 他那個時候 他的陸軍的兵力是很強 美國動員了幾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六個 但是他應對的是伊拉克 那如果他的應對現在 幾乎四海都是解放軍的艦隊 他要有幾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那六個 這加一倍都不一定夠用 我們這樣講 美國總統他們只要遇到 外交的各種困境的時候 他第一個想法 也就是說他的航空母艦在哪裡 那現在應對就是說有關於 真主黨的領導人 被這些被以色列給擊斃的這件事情 他當然知道這個事態嚴重了 他又加派了 我們剛剛講到的 也就是派了杜魯門號去 可是他有問過 林肯號到底在海上執行了多久 那我們先這樣講 林肯號當初是從亞洲這邊過去的 那我們在提上一次 一直傳聞在鴻海執行任務的 艾森豪號傳聞什麼 他好像被這個胡塞組織的 無人機 反艦飛彈 或彈道飛彈攻擊 事後看起來沒有 可是他上面的士氣快要瓦解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種高強度的這些作戰環境裡面 他一共執行了161天 他為什麼要執行161天 因為沒人能換 那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那現在在亞洲 那才剛剛回來了那個羅斯福號 那羅斯福號最近的消息果然就是 在關島跟菲律賓之間的水域 遇上了遼寧艦邊 所以我們就說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的話題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美軍的戰術 那個解放軍非常了然於胸 然後我現在就來賭你 來應對你 那美軍有什麼樣表示 沒有 趕快進關島 那趕快休息為先 那我們這樣來看 現在他們又動員了這麼多艦隊 還有所謂的陸戰隊的部分 其實他們說是撤僑 那其實也就是撤應以色列 所以美國一直在講他是維護世界的和平 他是世界的緊張 錯 你遇到了以色列 你立刻你就被那個尾巴開始咬狗 也就是說以色列就操弄了你的 那個實際上你的外交政策 那如此下來 其實等於是讓大家這個全世界看到 美國的那個懦弱 而且美國已經喪失他單級 以及他曾經自取為這個世界警察的身份 我們剛剛講到說 那個這麼重磅的炸彈 而且不止一枚 那我個人認為他是在清庫存 他把舊的全部都打掉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而且我們如果說看到這一個洞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洞非常深 而且這原來上面都是有附土的 那也就是說他打到這麼深 而且這裡其實是可以已經穿透 他那個地下碉堡的那個水泥了 那這裡是一隻腳 我們可以對應說他的狀況 還記得嗎 去年10月7號發生洪水行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看到10月12號 美國直接就是提供了這麼多的 2000磅的 2000磅是多重呢 也就是907公斤 將近快要只差100公斤就一噸了 這麼大的炸藥直接進行去攻擊 然後他用的我們剛剛講到說 也就是這一種Mk84的 這一種聯合職工的這些炸彈 那這個炸彈它是由F-15I 也就是以色列專用的F-15的戰機所攜帶 那除了這一種之外有沒有別的可能 當然也有別的可能 那也就是這種鋪路的炸彈 那這種炸彈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它只有我們剛剛講的最基礎的 28的話 鋪路28的話 它只能打30 那個30英尺 可是我們如果看到說 現在以色列最想買的72的話 大家很難想像它到底有多重 它是5000磅 我們剛剛講的是2000磅 那現在它想買的是5000磅 那5000磅就是2270公斤 這一個但是美國還好還有一點理智 它沒有對以色列輸出 今天最後還是要有請教官再次的跟大家推薦這個非常好用的產品 我自己也很喜歡 它就是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系數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這抗紫外線非常的有用 歡迎大家能夠多多的利用 我們的中天快點購平台來選購哦 並且還可以打CTI798 我的推薦代碼可以享有額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